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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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深澳渝港亮一下 這一次帶你們到東北角深度旅遊 共分為兩集 一集就是帶你們到深澳渝港 而另一集就是帶你們到水南洞渝港 首先我們來到深澳渝港 它的橡皮鹽 球斬鹽 以及海天步道 除了這些景點我會帶大家走一次之外 我們還要去深入他們的渝港特色 你知道嗎 他們的漁船 卸貨的新鮮海� 會送到哪裡呢 等一下我會帶你們做一葉乾DIY 讓你們清除一下他們的採銷般的運作方式 現在我們就出發囉 我們先到深澳渝港的海天步道 來到這裡一定要走上去 我跟妳講啊 上面的山海景很漂亮 現在我們就走上去看一看囉 走上來有沒有發現這裡的風景真的是太美了 海闊天空一覽無遺 從這裡看過去還有九份呢 走在海天步道呢 會有很多這個意象 那這個是小卷還是軟絲呢 待會會給你們一個解答 會帶你們到產銷班 會做一個TIY一葉乾的手作 到時候就知道它叫什麼名字了 我們繼續往裡面走囉 你看這邊有很多小卷家族 以及Minecraft的遊戲角色 這些可愛的裝置藝術 是拍照的好夥伴喔 當你走到中段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一個鐘 你可以敲它一下喔 這裡就是海天步道的盡頭了 有沒有看到我身後這一個意象 它像是一個魚骨頭 你可以在這邊跟它拍個照 它裡的背景是要往魚港的方向過去呢 還是要往整個東北角延伸過去的背景 總之啊 走到鏡頭的風景更不一樣了 很美 哇 我們結束海天步道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去瑞芳區漁會 體驗一葉乾DIY手作 我們就過去囉 我們現在來到了瑞芳區漁會 有沒有看到桌上滿滿新鮮的漁貨 那這些漁貨呢 都是剛從深澳漁港卸貨下來的 在我身旁的這位是環總幹事 環總幹事 大家好 那請環總幹事為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深澳漁港 會用機會深澳漁港它的產量 最多是全體之貫 它那個小卷都是線材活的 我的左小用極速人道 所以是最新鮮的 這是小卷…極速人道 那這個是白帶魚 白帶魚 它那是我們把它裝成 用成功包裝 這樣 把它流下來 它比較好帶一下 線釣的就是像這種 各位觀眾你們知道嗎 你們所吃的白帶魚 整隻是長這樣子的 像這個就是我們青魚 青魚也非常多 這是做罐頭的 了解 如果說你們真的很想要吃 新鮮的漁貨啊 那如果說那時候又不方便 來到深澳 或沒有時間來 打電話 或者是網路上直接訂購 對 那這樣很方便耶 新鮮的喔 對…最新鮮的漁貨 我們深澳漁港 對 很棒… 那謝謝總幹事為我們介紹 謝謝… 歡迎大家過來玩 好 謝謝新鮮的漁貨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了解一下 魚的習性 我們常在吃魚 但是通常跟我一樣 沒看過魚在游泳的很多啦 嘿嘿 我們先請到海科館的蓋博士 為我們解說一下 我們先簡單的講一下 我們台灣自己產的這個小卷和透透 其實小卷跟透透是同樣的種類 只是它個體比較小 透透的個體比較大一點而已 它個體比較大 它又分為中卷和套卷那種 商業上的一個名詞 所以它會有一個不同的名稱讓大家混 了解 那請問一下 那小卷 我通常在釣檔的時候啊 通常哪時候這樣釣檔 通常我們在海裡面做這種休憩漁業 來釣小卷或透透 大部分都是夏天的時間 然後時間也都聚集在晚上 因為我們會用燈火去吸它 來靠近 所以我們在晚上的時候 夏天的晚上來釣過 所以最後就是 這是小卷 這是透透 這是透透 那暖屍有什麼不一樣的 軟屍的體型 比較圓滾一點 圓滾一點 圓滾一點 通常是同一類的嗎 軟屍跟我們的小卷是 類似同一個夾子 同一個夾子 對 這樣大家有 沒有搞清楚一點 軟屍 後抽 還有 小卷 接下來就是 這是白帶魚 我覺得剛才 黃總幹事有給我們看到這一條 老實說我真的沒有看過這條 我在這個電視畫面看過啦 但是青眼的話 我真的是沒有用得這麼大一條 因為我在自助站吃飯的時候啊 通常就是 就像這樣 都是一小節一小節 對 就已經處理好了 我真的不曉得這麼大 那如果我 如果今天我要釣它的話 也是在晚上 白帶魚的釣貨時間也算 真的是在晚上 而且也是集中在夏天 哇 那感覺 那如果 隨便竿子一回下去 就馬上就 連沒有那麼容易 沒有那麼容易 我以為 這個是我們北部的白帶魚 有分喔 也是有稍微分一下的 沒有了解 它的旗是黑色的 黑色的 南部有一些白帶魚 釣貨的時候 其實是黃色的 然後它的 品種它會不一樣 哇 沒想到學問這麼多 最後就是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台灣最常見的這個青雲 叫做花肚青 好 顧名實際它叫花肚青 因為它的肚子 它的肚子是花的 花花的斑點 花花的斑點 可以看得很清楚這隻 台灣產的這種花肚青 白肚青 最肥美的時候 應該是從現在開始一直到中間 好 就是差不多到 這個 國立的一月二月 是我們台灣產的青雲最肥美 好 所以在這個時段來 深奧漁港 來採購這個花肚青 是非常適合的時間 油脂是最多的 對 油脂最多 大家都可以趕快來訂購啊 瑞芳魚會的電話和網址 我都會附在 說不定大家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個來參考一下 那感謝蓋博士 今天是為我們精采的解說 謝謝 有快要了解了一些 娛樂心情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來做 一夜干囉 經過剛才蓋博士精采的解說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做一夜干 那在我身旁的一位是 秀珠姐 她會教我怎麼去DIY 那另一位是 淑金姐 這是產小班的班長 然後她會協助我怎麼做 因為我笨手笨腳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做一夜干吧 好 OK 先把它擺平 擺平 反過來 對 把翅膀分開 那就是從我們的中間 中間剪開 剪開 剪到底喔 對 剪到底 剪到底 欸 我那剪起來 其實也不好剪 QQ的 還好 QQ的 對啦 很像那個蒟蒻喔 觀眾你們一定要親自來做一下 你就可以親自感受一下 跟菜市場的 你直接買來完全不同 它都幫你處理好 完全都看不到這些東西 對 那這是帶 那這個是墨膀 那我們現在要去除內臟 內臟 對 那這邊不是有一個墨膀嗎 那就是從墨膀拿起來 內臟就全部起來 刷 刷起來 喔 這樣子 對 這裡就全部抓起來 這個就全部抓起來 了解 對 那就把嘴巴 這個是嘴巴 這個是嘴巴 外面賣的龍珠就是這個 喔 原來這就是龍珠喔 對 這樣就好了 來 再來 這樣就可以拿去曬了 喔 那這樣曬多久 如果說一夜乾的話 我們就明天早上就可以吃了 那如果說要像外面賣的 很乾很乾的話 大概要一個禮拜 那要有太陽之下喔 沒有太陽是不乾的喔 請問一下 教主姐 那我們如果說來 深澳玩的遊客啊 有辦法體驗到嗎 未來有這個打算 未來應該會有這個打算 一夜乾的 一夜乾的DIY體驗 對對對 那剛好 淑妮姐是產銷班的班長嘛 那請問一下那產銷班 平常是都在做做什麼 日方區域會有三個產銷班 是 那就是有一支釣 鹽繩釣 鹽繩釣 對 還有這個棒壽網 喔 甚至不抓小卷套屁的船 也是算滿多的 所以 當夏天的時候 就是全部的船 都會出去抓小卷套 這樣 是 是 這樣還不錯耶 聽起來 感謝感謝 兩位阿姨的協助 我知道 有這麼多一夜乾了 對 對 今天如果說大太陽的話 掛著明天就可以吃了 對 是 我們又來到了戶外了 到深澳漁港 有兩個景點一定要去 一個是球掌岩 另一個就是橡皮岩 而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球掌岩 當你深入漁港的時候 遠遠看 你會有看到一個人臉的樣子 這個就是球掌岩 下次來的時候注意一下 我們就進去看一下有什麼特色吧 這一塊就是球掌岩 當你走進它的時候 你就會感受到很高聰 它是長年風化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岩壁上凹凸不平的樣子 也造就有球掌的輪廓 當你站在這裡的時候 你可以逛向巴斗子以及基隆雨 你就可以在這邊看海、看山 你在這邊可以拍到一些老鷹、郵准 很多愛鳥人士都在這邊取景 結束球掌岩之後 沿著道路繼續走到盡頭 會來到這座停車場 相比眼的入口就在裡面 這裡就是相比眼步道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海岸的地形 所以你在走的時候 千萬要小心一點 這裡有很多的大小石塊 到相比眼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條是捷徑 缺點就是它的路會比較的難走 你需要攀爬 而另一條是沿著海岸線拐過去 那這部分就看各自的需求 和你自己的體力 那我們就走比較難走的看看 走上來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上面很多的菌狀岩 你就可以以這個背景拍照 然後你也可以站在這個地方 這樣拍過去就是海 相比眼到了 有沒有看到很像大象的鼻子 那這算是東北角一大的特色 東北角的地形就是這樣子 長期受到海浪以及海風的影響之下 那長期的侵蝕的結果 就會有很多的菌狀岩 就是剛才走上來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很像蘑菇 那個就是其中一個 而後面這個相比眼就是它的海石拱門 你可以看到 長期侵蝕的下來就是這樣子 那很多人都在這邊拍照 那現在有拉起封鎖線 那也是為了怕大家危險 所以大家就不要冒險 那也請你遵守規矩 不要跨越過去 在這邊拍就很好看喔 像鼻岩附近有碉堡 是相對的高點 你可以走上來 然後你就可以遠眺 遠方的九份 有沒有看到遠方很多防射 那個就是九份 山頭啊 晚上開燈的時候啊 那邊就一片黃沉沉的很漂亮 以上就是深澳的深度旅行 不曉得大家喜不喜歡 我會把今天的 瑞芳區漁會的產銷班 網址附在說明欄 如果你對他們的海鮮有興趣的話 你就點進去訂購喔 當然啦 你可以親自來去 瑞芳區漁會 現場去選購也不錯 那相關的交通方式呢 之前我都拍攝過影片 我一樣都會附在說明欄 那如果說你想要搭公車的話 也很方便 好今天我們的旅程就到這裡結束囉 我們期待下一集 水南洞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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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南洞漁港